41岁的陈小义竟然被拍到在车上和小鲜肉亲吻 而据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轨自己的老公了 提起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 但是她在圈内可是国家一级演员 陈小义的出名算是幸运的 还在大儿就出演了挂画拿了大奖 后来还出演了外来妹直接就当上了女一号 也就是因为这部作品让大家对她有了深刻的印象 事业一帆风顺的陈小义也迎来了她的爱情 没有一点征兆的就嫁给了刘慧宁导演 两人恋爱结婚这中间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之后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原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陈小义却把她推翻了 在拍戏期间被狗仔拍到 陈小义在车上和比自己小九岁的小鲜肉亲吻 还拍成了照片 本以为两人随之而来就是离婚的消息 但是却迟迟没有回应 可事情还没多久 陈小义就又被拍到和一位陌生男子同居 一起在公共场合 事情发生之后 刘慧宁也没有选择离婚 只是很多网友表示陈小义就是被惯坏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留言